戒经 这个是律中重要的五论之一 总共有九卷 内容是解释十顺律 这个 卷六这么说 为大户佛法固 若向百一 就是向在家居士信众 说比丘的罪恶 则前人 就是则一切的这些信众 对佛法中无信净心 产生不了恭敬心 底下这句 你一定要注意听 这句话就是重点 宁破塔坏像 注意塔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道场 你宁可开挖土机 来把道场整个打掉 破像 这个 这个 灵破 这个塔像 灵破 这个 塔坏像 破塔坏像 你可以开挖土机 来把这道场 拆掉 你也可以把这前面西方三圣 打掉 我们本师释迦摩尼佛像 打掉 毁掉 当然这个罪就很重了 此极重罪 这个就已经出佛生邪了 不得了了 谁敢做这种事 也绝对不要像 佛法生 所以若要佛法生 唯有生战生 如果你想要佛教兴盛 只有生战生 说比丘过恶 就是说比丘的是非的人 他的罪过 超过 超过 毁破 佛塔 和打坏 呼向的重罪 吓死人了 没有听 实在是不知道 所以 如果你有心 无心 或者是有意无意 在三宝门中 以前 曾经犯过的 赶快 拜八十八佛 求忏悔 要不然就是念大悲咒 念大悲咒 五一十二重罪 都可以灭 但是忏悔 拜八十八佛 忏悔 包括改过 底下说 信力 入印 法门经 眷无 这么说 佛陀告诉文殊菩萨说 若其有人 伴菩萨则 只要有人诽谤菩萨 这个菩萨 就是行菩萨道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就叫做菩萨了 必然名为 伴福 伴法 只要那个 伴菩萨的人 伴发菩提心的人 伴心菩萨道的人 那这个就是伴佛 就是伴法 文殊势力 若有男子女人 恒河沙等诸佛塔庙 破坏焚烧 就是你把恒河的两旁 所建的佛塔庙 通通放把火烧掉 这罪已经很重了 文殊势力 恒沙等 这个恒沙等 就是无量无边的道场 都把它破坏掉 是文殊势力 若乎有人 若乎有男子女人 于信大圣菩萨众生 这个就要注意了 中国大陆 佛弟子都是信奉大圣的 台湾的佛弟子都是信奉大陆 都是信奉大圣的 菩萨 中国大陆跟台湾 都是有受菩萨界的 这个通通叫做信大圣菩萨众生 所以我今生今世因为有看过力学 我特别有一个优点 无论这个法师多么的离谱 我一定不会跟在家居士说一句话 还有无论这个护法居士怎么样 我也绝对会圆满的传达 我绝对不会挑拨离间 因为我不想下第一 我就是看过这一段 从出家我就看过这一段 只要发菩提心 心菩萨道的一律赞叹 只要你不是释迦莫尼佛 你一定有缺点 缺点我不看 好话赞叹我说 因为我不想下第一 我想让佛教兴盛 底下说 其称恨心 骂入毁之 毁之也是毁谤的意思 其称恨心 骂比丘 文殊师利 此罪过前 过前就是毁他坏相 其罪等同出佛生邪 简单讲 毁谤比丘 毁谤菩萨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人 他的罪 比出佛生邪的罪更重 后面 后面佛陀佛教有讲 无量阿森奇 无量阿森奇 就是无量无边 文殊师利 这个毁谤比丘 或者毁谤菩萨的这个罪 无量阿森奇 阿森奇就是无量无边 太重太重了 这个罪 意义就是因为 因为从发菩提心 清菩萨道的人 就是诸佛 而生诸佛故 你要发菩提心 清菩萨道 红转大法轮 才可以成就诸佛 诸佛菩萨 也是历劫来听闻证法的 以从诸佛有塔庙 因为诸佛才见种种的塔庙 以因佛 也因为有佛陀 才有一切世间的诸天人供养 这意思就是说 法是重要的 传法是重要的 伴佛 伴法 伴生 就是断掉众生的慧命 传法才能成就 一切众生的佛道 事故供养诸佛萨者 就是供养诸佛如来 意思就是说 你护持这个僧团 就等于护持诸佛一样的 有身团运作 他才能够弘法立身 他才能够转大法轮 所以在座诸位 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 若有供养诸菩萨者 就是供养三世一切诸佛 所以可见诸位的功德 无量无边 悔之菩萨反过来 毁谤菩萨 就是毁谤三世诸佛 所以我自认为 我今生今世 口业非常清静 我一句都没说 不管看到怎么样子的 我通通 路路不动 有一年慢慢地劝 慢慢地劝 始终所谓菩萨 是指修学大圣佛法的人 中国大陆的佛弟子 台湾的佛弟子 通通通是修大圣法的 华首经 卷七这么说 不告射利佛 若人障碍坏菩萨心 他已经发菩提心了 行菩萨恨了 你把他破坏了 得无量罪 如人异坏无价宝珠 就像这个人 想要破坏无量的宝珠 世人则是无量财力 无量这个无价宝珠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钻石 世人则是无量的财力 你断了众生的法生会命 就等于没有功德法财 如是射利佛 若人坏乱菩萨心 则毁灭无量的法宝 所以在座诸位 你要冷静 你这一句话讲出来 会不会伤到你自己 会不会伤到整个佛教 你要考虑考虑才讲出来 广化律师 只有我们一个最棒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要去受戒的时候 广化律师一直交代我们这些沙咪 说你们 去戒谈的时候 通通把那个三师七尊正 通通当作是圣人 发善品心 得善品界 发清净心 得善品界 有的人就问了说 师父 那要看到 很难过怎么办 师父就告诉我们 你要把它当作是菩萨 菩萨来视线 我们凡夫看不懂 我们看的时候 哎呀 这个比丘啊 比丘尼啊 摇头的 看起来真的是会让人摇头的 我们就当作说 哎呀 这个是来菩萨视线的 这个不管我的事情 我什么都没看到 阿弥陀 阿弥陀 这是来视线的 广化历师教我们这一招可真好用 从此以后我什么看到 我要看到真实摇头 这菩萨视线的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什么都没看到 所以我今生今世啊 因为受到广化历师的恩德 恩德 阿他教我们如何来吃戒 就回光返照 哎 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 你就什么事情都好做 什么事情都能成就 有一次啊 我们去拜访广青老和尚 参功啊 就带领了我们啊 一大堆的 这个 这个 法师啊 还有这些 护法居士啊 去参这个广青老和尚 那这个广青老和尚啊 就坐在那个藤椅上 那么那时候啊 我们的南普多佛学院啊 南普多佛学院啊 就因为煮那个饭啊 9点15分就煮好了 那么我们那个院长他很坚持 因为我们那个总共有差不多20个大殿啊 大的小的 红红拜啊 我们没意见啊 因为 9点15就煮好了 7 我们11点15啊 才吃饭啊 才 南普多佛学院啊 台中啊 南普多佛学院啊 一粒吃午 一粒吃午 那么一道时间 筷子一粒通通放下 食物非常严格的 可是他9点15就煮好了 冬天 寒流来 吃下去 一直腹泻 大便不用出力啊 通通不需要费 不费千毫之力啊 进气就 通通不费力的 写着 那个屁股 肛门 都发炎了 我们因为刚刚出家做三名啊 那么就有一点 院长有点意见啊 为什么9点15 煮好了 念经念这么久呢 那么11点15 是不是 才可以我们饭吃 我们要热一热 院长又骂 这一点事情 我就耿耿以怀 因为刚出家 实在是想不透 那么就去拜访广青老和尚 我就把这个事情啊 就有一点 不太满意 院长的作风 老和尚啊 我们这个院长啊 就老是9点15就煮好了 11点15啊 用冷饭 冷菜给我们吃吃了 大家通通 南普多佛学 通通复学 尤其我学得特别严重 哇 讲到这些 光进脑上 一下子 点点 看脑上很凶 吓一跳 不要讲别人用冷饭给你吃 你要说你没有福报 吃热饭 原来这样子 因为他是老和尚 很伟大 他是开悟的圣人 要常常这样想 知道吗 不要每次都说 人家用冷饭给你吃 你要告诉自己 你没有福报 吃热饭 现在我 什么事情通通用老和尚 这句话 什么事情 要出 产生一个 很稀奇苦怪的工作人员 我不恨他 我没福报 请到好的工作人员 没办法 用广青老和尚这句话 哎呀 他闹 没关系 是我修养不够 他有资格闹 没问题 很好用的 很好用的 我通通不会跟他烦恼 有时候用老和尚这句话 真的挺好用的 所以 一句话你就知道 什么都要回归自性 完全是你心的问题 底下说 这句话就很重要了 为什么坏菩萨心 他的罪这么重呢 何以故呢 其五逆罪 善不能坏一佛五之法 你就算犯了五逆重罪 杀父杀母杀和尚 杀阿尔瑟 破结膜 转法轮身 这个统统是罪很重的 还不会断佛的 法身毁灭 还不能坏 一佛五之法呀 令人毁坏菩萨心的 底下就反过来说 你破坏了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人的心 则断灭一切 佛法 不可怕 就会马上断掉 一切众生邪佛的音言 法就在你一句话 通通破坏掉 社里佛 譬如杀牛 则为义坏 乳酪即酥 如果杀这个牛 杀掉了 怎么样 那你怎么拿得到乳呢 你怎么样提炼成乳呢 又怎么样提炼成书呢 因为乳 乳的发酵就乳了 乳的提升就叫做酥了 你都把牛杀死了 你怎么会产生乳呢 乳呢 以及酥呢 对不对 今天的讲 你一直伤害三宝 那你想想看 怎么会有人宣扬正法呢 你都把法师干掉了 那你如何叫法师来转大法人 他一发心起来 你就告诉他三宝的是非 他刚发心起来 你就断他的法生会命 那有办法吗 能够产生众生的正信吗 能够解脱吗 一点办法都没有 如是摄理佛啊 若人破坏菩萨心者 则为断灭一切佛会啊 主要看清楚啊 有人出家出了十几年 还迷迷糊糊的啊 有的护法基士啊 拜佛拜了二十年啊 还在说三宝的过失啊 你要看清楚啊 断灭一切佛的法生会命啊 事故摄理佛 若人破戒不信啊 就是没有信心啊 这个就是所谓破戒不信 就是起忠恨心啊 对三宝不信啊 喝嘛毁一支 坏菩萨心啊 当着此罪过意忤逆啊 忤逆罪还没有这么重啊 你毁谤三宝的罪啊 比五无利的罪更重啊 事件若无身重啊 则无佛法啊 是啊 就是这样子啊 佛像摆在那儿 看啊 你看我 我看你啊 拼命地摆 不认识佛啊 经典三藏社博经典 那么一大部割在那儿 翻开 看不懂啊 每个字都认识啊 每个字都认识 就是看不来啊 靠的就是申保 没有申保来解这个佛法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说申重啊 所以说申重啊 说申重是非者 其罪业无量无边啊 伴佛经 佛陀告诉不畏行 菩萨这么说啊 翻过来 而是比张子子啊 那个时候那个张子啊 这个子是尊称啊 说比张子子啊 怎么样 说比比丘 破 毁破境界 就是有意 无意 就是毁谤啊 比张子子 恶业报 他的业报有多重呢 九十千年 九十千年 就九万年 在这里还要调整 诸位一个观念 你不要以为 这个九万年 是人间的九万年 阿含经启示 因缘经里面讲 人间 人间 三千五百年 是地义的一天 三千七百五十年 是地义的一天 三千七百五十 乘以九万 就是人间的年数 很可怕的 而且第一天 一日一夜 万死万生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底下说 以五百事 随身人中 受黄门生 黄门就是 不男不女 不能不女 生 疑人中 疑人就是指 未开化的野蛮之邦 我们称为 蛮夷之邦 蛮夷 就是野蛮人 你只要毁谤三法 你听不到正法 你转世投胎 听不到正法 生到哪里 生到蛮荒 没有开化的地方 生到非洲 生到非洲 每天都围着那一群火 呼咚咚 呼咚咚咚 每天在跳舞 呼咚咚咚 也不晓得什么叫阿弥陀 我没听过 一出生 从来都没穿过 穿的时候还嫌热 要拖起来 剩下一点 中央党部 是不是 中央党部就是 中央党一块部而已 叫做中央党部 你没听过吗 中央党部 就是中央党一块部 一点点 叫做中央党部 你一生到非洲 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一生 生到邪见家 邪见家就是外道 永远碰不到正法 就是碰到正法 你也不会想要修行 因为习之邪见建立了 六百事 身忙不舍 哇 这更恐怖 六百事啊 没有眼睛 还有 你不会说话 多可怕呀 不说你们不怕 说给你心惊惊惊 还以为我们每一个人讲 我犯的罪可能没那么重嘛 也许吧 闲着没事公公 公德做一桩 有时候照照口验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告诉别人 他连这一句就告诉别人 前天啊 那个法师叫我不要告诉人家 现在我告诉你 麻烦你不要告诉人家 我只有告诉你 因为他都特别交代 他连这一句我都说 因此啊 我们要 是非到此为止 是非要由我而亡 佛教就能够兴盛 到我这边 是非就全部摆平 佛教就兴盛 我常说 是非是佛门的独流啊 就像前一阵子的非典 北京啊 打电话来啊 关心师父啊 哎呀 这北京啊 讲话有个腔 哎呀 师父啊 这个非典啊 是很危险的 北京的非典 非典 那么你们好好修行啊 好好COVID-19 行 北方人就是这样讲 二乡 行还讲重一点啊 我们到北京去啊 我第一次到北京去啊 我们游览车开过去 开过去以后 我看到六个字 不敢念 不敢念啊 因为写得很吵 他写着 中国农民很行 我不敢念 我想说 中国农民当然很行啦 刻苦苦耐劳 勤俭持家嘛 有口皆碑嘛 我们中国的农民是很刻苦耐劳的嘛 不过这么刻苦耐劳也不需要写六个大字 摆在路的这么旁边 我们看到一栋大的建筑写六个大字 中国农民很行 中国农民很行 下午再回来的时候 又看到那六个字 因为游览车开过同样一个路 我看一看不敢念出来 有一个日本观光客就比较笨了 你不觉得日本人很笨吗 他中国字不认识几个大字 他就念得很大声啦 不像我这样看了不敢念 他念了 中国农民很行 导游就告诉他说 那个不念中国农民很行啊 那个要念中国农民银行 我一想 还好我没念出来 这错可不是我 是你写得太吵了 是不是 但是我是想说 中国农民很行 但是不需要写那么六个大字报 那么大 一个人一个字 人那么大写在那个地方 就是 哦 是真是的 你不觉得日本人很笨吗 是不是 那日本人大字不认识几个大字 还说得那么大声呢 所以差一个字就差很多 嗯 以下说呀 若见法师识破戒者 不得 不得声称 如果你看到法师啊 实在破戒的啊 不可以声称会心 善不应说 也不要传 因为这是 传来传记 断终生的法生会命 何况耳闻 何况耳闻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你道听突说 耳的说也 因为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情绪在过日子嘛 我不满这个比丘就拼命的说他坏话 我不满这个比丘你都说他的坏话嘛 啊 所以说呀 不可以说 哎呀 道听突说 啊 善男子 若有挑拔 一切众生眼目 罪记就是 这重罪聚集起来 这挑拔就是把一切的众生眼睛都挖掉 哦 这个罪当然是很重啦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 把全世界人的两个眼睛通通挖掉 挑拔就是挖掉 挖出来 若断一切众生 这诸位这看不懂 因为没有研究过接力的人不知道 这个断就是杀害 断掉他的生命 那看到接力的人 看过律学律藏的人都知道 断就是指把他的命断掉 杀害的意思 如果有人杀害一切众生的生命 就是肉体啦 罪记就是集合起来的罪 聚集在一起 这个罪已经很重啦 全世界的人眼睛发掉 杀掉所有众生的射身 若有法师 如果有法师 生以恶心 敬回面前 如果有的人 对这个法师 产生恶念 敬回面前 敬回面前 就指很短的时间 一见面 回过头来 一见面 回过头来 极短的时间 敬回面前 就是一刹那 很短的时间 所得的罪 集合的重罪 有多重呢 比前 罪记 以此 前面所造的 把全世界的眼睛挖掉 杀害全世界的众生的罪 一百分钟 不等其一 不到百分之一 就是你挖掉世界 眼睛 众生眼睛的罪 还有杀害众生的罪 比不上 毁谤 比丘的罪 百分之一 乃至 尤波尼 沙陀 分钟 不等其一 这古印度形容 很少的数量名 我们现在所讲的 叫做 百千万分之一 用现在的术语 大家才听得懂 就是你毁谤三宝的罪 如果你对法师 产生恶念头 毁谤师父的罪 有多重呢 他的罪 比前面的罪 胜过百千万倍 胜过前面 百倍 千倍 万倍 百万亿倍 何以故 若谤法师 其实谤佛 你邦法师 就是跟诸佛 邦三宝诸佛 一切的法身为命 从法师而来 没有法师 怎么能够成就呢 佛教怎么能够兴盛呢 毁谤法师啊 底下挂福就 无论其事是真是假 不管这事情 是真的 还是假的 罪同邦佛 他的罪 跟伴佛的罪 是一样的 所以诸位来打佛妻 只有七天嘛 今天是第六天嘛 是不是 那口业是一生一世啊 你随时都要运用这个 嘴巴 口业啊 一不小心 就麻烦大了 其毁谤人 必夺无见地义啊 受大苦报啊 毁谤的人 这个人一定会夺无见地义啊 所以你不能用毁谤三宝 当作是开玩笑的 其他的方法你可以开玩笑 毁谤三宝的事情 不能拿来开玩笑的 哎呀我在跟你开玩笑的 开玩笑 众生一听他会断他的贿命啊 受大苦报啊 没有解脱之旗啊 大圣保要议论 就见识这么说 如地藏经这么说呀 佛言地藏啊 是彼等于一吃啊 赞托罗啊 赞托罗就是屠夫 这些杀牛啊 杀狗啊 杀猪的人啊 就不不 不关后世的果报 他现在啊 只要杀 因为他要生活啊 他要吃饭啊 也不关将来后世的果报 以我法众出家人所 在我法众出家人这个地方 就是道场啊 若是法器 就是能成就的 若非法器 就是根基比较差的 就算他不能成就 以种种的缘 种种的因缘 事求过失啊 就是事迹行求啊 找机会 找他麻烦 找机会找他麻烦 这个是不好的 底下说 为以恶言呢 为就是用 用这个恶读的语言 克则除他 克就是 克一的克 一克 两克 三克 四克 十五分钟 叫做一克吗 跟这个克一样的 就是克克的意思 用这个恶读的语言啊 来克责 比丘 来处他 处他就是 用竹木 棍棒 之类的 来鞭打 比丘 智之 智之还阻挡人家供养 智之身 智之身就是 有助于色身 当然 比丘当然要接受供养 要不然他吃什么呢 三宝当然要 靠在家护法基石 来鼎力护持 要不然 三宝又不从事生产 是不是 没有这护法基石 他怎么活啊 他怎么转法轮 怎么修行 所以说呀 如果有的人 特别的 阻止人家来供养三宝 帮助三宝 所有的受用 就是他们的日常用品 负一种种的熟识业中 而称调制 就是制定法律 牵制三宝 负一种种熟识业中 熟识业就是 无关于修行 他就制定种种世俗的条例 牵制你 法师 三宝 束缚的你 没有办法施展 种种的医术 或 挥起 迟缓 看看 迟缓就是反应 这个人反应比较快 这个人反应比较差 反应比较快的 嗯 这个不错 反应比较慢的 这个笨法师 你看 比我还差 我还没这么笨 比我差远了 就怎么样 或者是 张旗以诚识 张就是亏 偷亏 秘密 静静的 瞧一瞧 看三宝 有什么过失 张旗以奉识 奉识就是他的植物 三宝有时候要跟世俗人 在一起 一些 世俗要处理一些事情 他想尽办法 要看出他的毛病 求过失疑 而为调制 找他的麻烦 找出教人的麻烦 种种的耶稣 去制 去牵制他 如是乃至 遇害其命 想尽办法 要害他 我们现在还好 有法力保障 以前的皇上 对不对 要是随随便便 听信另外一个大臣 这个和尚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法师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摩害 然后叛乱 怎么样 假借了这个宗教 叛乱 以前皇帝 马上抓起来砍头 这个法师 连坑一声都没办法 连解释也没办法 以前正就是天下 是不是 现在还好有法力了 你说有叛乱 我颠覆 看看吗 查查看吗 经过法力的诉讼 查房看看 有没有事实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有 申诉的余地 以前古时候 哪里有让你讲话的余地 一发现 对不对 不管你 对不对 马上人头落地 这个人所生的过失 当度阿比大地义中 马上就度阿比地义 断灭善根 焚烧相续 焚烧是指第一项 我们不要说神焚烧相续 你就用这个油泼下来 滚烫的热油泼下来就好 你现在报章杂志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气爆 瓦斯气爆 对不对 一下子就死多少人 所以说不必要说火一直烧 要不然我们晚上点香 你放放看你的皮肤 一支香就好 一支香 你自己放放看 放放看 放放看 所以说焚烧相续 一切自责常所远离 只要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绝对会远离这种过失 何况这个举手之老 我这只嘴巴静静的就没事了 对不对 看到一切 我们就当作是菩萨视线的 所以一生一世都要发这个愿 从你嘴巴讲出来的 统统要是赞叹的话 好的话 是不是 毁灭佛塔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佛事 破坏佛像 七罪 虽然极为深重啊 但是善不及说比丘深重 过恶的 无间重罪啊 绝对不及说比丘深重的过恶 无间重罪啊 所以接近这么说 所以接近这么说 连可毁他坏事啊 不说他比丘 出恶罪啊 这个宋界过的人都知道啊 一句都不能说啊 现在啊 中国大陆啊 以护法基士啊 打电话来给师父啊 他就学得很聪明了 他知道不能诽谤三宝了 他一讲讲讲 一讲到有点气了 一讲到三宝 他以前就一直 这个法师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听师父讲了 他知道了 电话当中他就会转了 惠罪法师 我讲到这个深重嘛 出家了 怎么样怎么样 不方便说 他现在很聪明了 逃避法律责任了 是不是 他讲到这个要讲下去了 他就 似乎不方便说 他现在很聪明了 赶快转过来 赶快转过来 所以这个是好事 以下啊 古人也说 底下这个字打错了 宁动千江水啊 莫饶道人心啊 因为这个打字的小姐啊 不认识佛法 打错了啊 宁动千江水啊 莫饶道人心啊 哎呀 宁可动这个千江的水啊 也不能困扰道人的心啊 夜灯三昧经这么说啦 佛陀告诉夜光 童子聚这么说 所有一切 一切严福出 只要地球 难言福体吗 毁坏一切佛塔庙 就算他毁坏了一切佛塔庙啊 这已经很重了 若有毁坏佛的菩提 如果有毁坏佛的菩提 怎么样 其最广大多一笔啊 他的罪过啊 广大 是绝对超过的 所以若有毁坏佛菩提 是什么意思呢 中间加一个字 你就知道了 球字 如果有毁坏 求佛菩提的 中间加个球 如果有毁坏 那个求佛道的 他本来要来求佛道 要来听经文法 打夫妻 你跟他在说 不来了 那你麻烦大了 若有毁坏 求佛菩提的人 其最广大多一笔 简单讲 只要有人想修行 求佛道 你就要鼎立的支持 若有杀害阿罗汉 这最怎么样 其最无量无边际啊 这已经是很重了 若有毁坏 修多罗 修多罗就是经典 就是法宝的意思 撒阿罗汉的罪已经很重了 毁坏这个法有多重呢 其罪 获报 多于比啊 这个毁坏 正法的人啊 这个罪有多重呢 比撒阿罗汉的罪更重 虽知口获 债难偿啊 要知道造口业 这个债是很难偿还的 可怕的 一余能遭万事殃啊 只要一句话 就会遭来 礼节万事的遭殃啊 说智者 三尊恭敬礼啊 有智慧的人 三尊就是身口义了 身尊 口尊 义尊 表示要很恭敬啊 身口义要很恭敬 清净的意思啊 怎么样 要尊重 赞叹三宝啊 有智慧的人 这个身口义 都是非常恭敬三宝的 吃人 欺瞒 毁之粮 大一次 每一次会的人 有七慢 我们在白法明门论 就有讲过了 慢 二 过慢 三 慢 过慢 四 就是我慢 第五 就是真上慢 第六 就是悲慢 第七 就是邪慢 我们在白法明门论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在这里啊 没时间谈 简单讲就是 骄傲 自以为是的人 叫做慢 这一次自以为是傲慢 不慢的人呢 就会往往造口业 毁掉 这毁之粮就是修行啊 我们呢 就叫我们要到极乐世界 信愿行是三支粮 我们要去爬山 我们要准备一些支粮啊 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 也要准备一些支粮啊 没支粮怎么到极乐世界呢 是不是 这些啊 这些啊 就是一次傲慢的人呢 就毁掉将来修行的 因缘的支粮了 以下 从前 释迦佛陀呀 在社会国 其原精色书法的时候 这个大哥鲁比丘 长期住在墓地呀 因为世尊 在世的时候啊 就叫我们观 无常 观察这个尸体啊 流出这个尸水 腐烂长驱 腐坏恶臭 到最后 百骨关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就这样子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念 大念无常 以前我们呢 主公上人啊 打佛七的时候啊 每次都念 大念无常 圣物放异 每天念 没什么感觉 无常归无常 执着照样 烦恼也是存在的 后来呀 我去看书了 发现了 比一句观无常的力量 更大 哎 说呀 天 是棺材盖 这句你要朗朗上口 要会背哦 天是棺材盖 地 是棺材底呀 地 就像棺材的底呀 无论闯哪里 种在棺材里 真有意思 我念一句你们背下来 天是棺材盖念 大声一点啊 大声一点啊 好 听来听来 啊 说到你这堂堆 老师啊 听来 啊 是我不好保守的 优秀的堂堆 我不对 这不可以说你 长啊 你背一背 这句很重要的 天是棺材盖 地是棺材底 地是棺材底 无论闯哪里 总在棺材里 总在棺材里 马上开悟 马上开悟 哇 真好用 哎呀 有什么事情啊 过一不去的 到时候都在棺材里面 也没什么好计较的 是不是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计较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 哎 你买乐托了 种了一亿彩剑 好像高兴得不得了 你不要跑到棺材嘛 对不对 不需要快乐嘛 哎呀 给人家倒了一千万 你也不需要难过啊 因为你自己不小心啊 是不是 艺人不俗啊 也不会难过啊 像我就这样观想 我就这样观想啊 我今天有一口饭吃 我有一张床铺 睡觉 那么有佛可以念 身体健健康康的 我很知足啦 我就写释迦摩尼佛 或者说 我很富有 并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 而是因为我要求的很少 会背吗 你不会背吗 哇 再背一遍啊 佛多说 我很富有 并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 而是因为我要求的很少 一句就觉悟啦 原来快乐就在一念之间 我要求的很少 对不对 有人讲 他这样三亿 五亿 十亿 结果一个色身 两个腿 糖尿病 又不医 也没碰到好的医生 家里几十亿 然后又怕他死掉 然后拖着老命 一个色身 那你说那么多钱 有什么用 没用的 快乐在一念之间 生命在呼吸间 快乐在一个念头 一下子转过来 喝 现在就快乐了 哦 原来如此 开悟的人第一句话 就是这么说 哎呀 原来如此 复法真是这么简单 彌陀佛 我念佛 我念佛 哎呀 就是这样子 啊